字幕志愿者 天王启动 双方眼里列管范围 以北市府为例 只要符合两大原则 五千人以上大型活动 户外接触不特定对象 这会是提报名单 如果有这个天王的话 其实比较能掌握到 他们的位置的资讯 也不要让大家那么恐慌 那如果那些人自己 自主性太过 不管别人的生命安全的话 那当然就要靠政府来 来保障其他人民的安全 好吃的鱿鱼丝啊 像是每年台北年货大街 民众挤到前胸贴后背 单日破五万人潮 这次锁定迪化街一段 北至龟崔街 南至南京西路 阳明山士林花季 同样提爆列管 五月天快年演唱会 随时民间主办 是由桃园市政府提出申请 然而像是王欣霖 在台北小巨蛋登台 因为主办方没提出要求 CDC就没启动 天网追踪 跟地方政府的合作 只有地方政府才会知道 他们什么时候会办什么样的活动 天网周违规引发讨论 虽有声音认为侵犯隐私 不过登陆资料28天就会销毁 也因为疫情当前 更多人挺防疫最优先 三选住属军呈验好的消息刘家伟 他的报道